好 最新的现场来关心巴黎双尸案 下午再次开庭 由于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谢一涵是一口咬定 是和陈进福共谋杀害张翠萍 法官当场警告他要说实话 否则会影响罪行 而下午谢一涵会不会翻供呢 进行状况我们的第一次记者吴一轩 来告诉我们 吴轩 来的直播各位观众 巴黎双尸命案今天再度开庭 谢一涵来到了庭上 今天他看起来比较紧张一点 双手是不断的核实 好像在祷告碎碎念 而且也不像上次一样 跟律师有侃侃而谈 但是今天据了解 被害人也就是陈进福 以及张翠萍的家属 有来到了现场听庭 那么当场魏一龙 也就是陈进福的委任律师 他跟法官来说 希望今天能够听到 谢一涵来跟家属当场来道歉 也希望说谢一涵能够在今天 就说出有没有共犯 因为在上一次的时候 他对于吕炳红 欧石成终点封策三个人 不起诉处分提出了在意 到现在是还没有发回 以及还没有做一个驳回的动作 所以到现在这些动作 到底是怎么样 会影响到整个情绪的进行 所以希望谢一涵能够在这个时候 就提出到底有没有共犯这个说法 那么今天其实法官 也有在当场是提出了 他93年的判决 内容也是关于说一个杀人犯 他将罪行推给已经死去的妻子 但是最后发现他说的都是谎言 最后是得到法官或判取这个无企图形 所以他以这样子的重刑的例子来告诫谢一涵说 一切希望他能够本于事实来回答 否则将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判刑考量 以上是今天现场的最近情绪主播 好 谢宇轩看到呢 目前死者家属也是增添了一名律师 要当庭的告谢一涵说 要他不要再说谎话了 要他从事召来